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繼續跟進有關於美國方面的消息 在較早前 國會的參眾兩院分別以大比數通過國防授權法案 實情這條法案 自從1961年設立以來 每一年都會例牌通過 表決的程序可以說是行禮如宜 當然今年也不例外 以大比數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 但是現在這一條法案 交到特朗普總統手上的時候 他就正式宣佈要行使否決權 到底特朗普總統為什麼要作出這個決定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總統的解釋就是這樣 他就說 將要退回2021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 他明白到 這條法案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不過 遺憾的就是 這條法案 未能夠包括得到 關鍵的國家安全措施 未能夠尊重退伍軍人 和軍隊的歷史 而且 這條法案的條款 和本屆政府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當中 高舉美國優先的原則 是相互矛盾 這個是特朗普總統的解釋 在後來 他又對於這條法案作出了一些評論 我將他的意見綜合為三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特朗普不滿 為何這條國防授權法案 仍然是未曾廢除通訊規範法的第230條 他就說 法案 對於通訊規範法裏面的第230條 是沒有做到任何有意義的更改 使得Google、Twitter和Facebook等等的科技巨企 仍然可以在保護傘之下繼續經營 特朗普就強調 不廢除230條 所帶來的 就是非常危險的國家安全風險 而且還會使得 美國政府的情報工作 沒有辦法執行 因為這些科技巨企 就知道每一個用戶所行的每一步 以及在做什麼 特朗普就這樣來評述第230條 實情 特朗普一早就已經預告了 如果國會是不願意廢除第230條 他就會行使總統的否決權 事實上 現在他就是說得出做得到 沒有騙他們 當然 這條國防授權法案 被特朗普否決了之後 那個程序會是怎樣 就是會發揚眾議院和參議院 分別來表決 如果 在參眾兩院分別有三分之二多數的 議員 贊成這條法案的話 可以推翻得到特朗普的否決 我相信也會 因為 你看回上一次的投票 眾議院是335對78 參議院更誇張 是84對13 即是說 遠遠就超過三分之二 去到差不多七八成人 所以就算發揚也好 我相信到最後 都會通過這條國防授權法案 但是特朗普在這個位置 就顯示出他那種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事實上他現在所挑戰的就是深層政府 這些科技巨企就是深層政府的表層 我相信特朗普在否決這條法案的時候 他自己心裏都明白 就算發揚到國會 也是會過的 但是起碼他在這個位置就擺了一個姿態 起碼他作為一個總統的時候 他曾經是想廢除這條第230條 在歷史上就有這個紀錄 那麼多的總統 完全對於這些科技巨企 是放手不理的 第230條的立法原意是好的 因為他授權給這些科技巨企 社交平台 凡在網上出現一些 違法的言論 譬如說談及到一些 毒品 或者是色情的東西 他就可以刪除了他 這是好事來的 那些是違法的東西 如果說刪除那些內容 我也同意的 是不是 問題就是 現在特朗普和很多共和黨人 他們純粹就是發表一些個人意見 這些就是言論自由所涵蓋的範圍 他又不是煽動一些人做違法的事 是不是 你也要把他來去屏蔽 或者下面加很多字句 稍後又說別人說的有爭議 諸如此類 總之就把他所說的每一句說話都妖魔化 反正好像他所說的 全部都是假的 你不是這樣來經營一個平台 是不是 完全就是一面倒 向拜登傾斜 向民主黨傾斜 然後針對共和黨 針對特朗普 有什麼意義 是不是 完全就是濫用了那個言論審查機制 是違反的立法原意的 沒錯第230條就是一把保護傘 保障那些科技巨企和社交平台 但是不是給你做政治審查的 不是按照別人的政治立場政治背景 來針對性來追求他 這些就是濫權 現在你國會竟然間都不廢除這個230條的時候 你就等同於默許 這些這樣的社交平台 繼續這樣去做 過去那半年所發生的事 如果你不去 即時作出一個糾正的時候 你就等同於默許他 就是說他這樣做是對的 如果他是不對的時候 你就應該廢除他 你修正他 沒有的 其實在過去那半年 都不只有特朗普一個 有這種待遇 很多共和黨人都有這種遭遇 為什麼可以那個投票結果 是這麼懸殊的呢 是不是那些人 受到這樣的遭遇 他都仍然說 不用廢除 還是 拿不出一個勇氣 就覺得 為這條國防授權法案 自從1961年開始 年年都通過 沒理由搞我 於是閉上眼 又投贊成票 這些人就是沒有擔當的 不是說年年通過 你今年就要通過 你要看看實際情況 不看的 你等同於默許他繼續這樣做 你是認同他這樣做 你不出聲就已經是認同他了 是不是 好了 至於特朗普 他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 他就反對 這一條 這樣的國防授權法案 是做出一些 散改美國歷史的行為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條法案當中 建議要將 10個以幫聯領導人命名的 軍事設施改名 其實以前我們也有提過 為什麼那些左膠要這樣做呢 就說 因為這10個幫聯領導人 牽涉到一些 龍奴的問題 牽涉到 白人至上主義 種族歧視 等等 於是他們就建議改名 要清洗了這段歷史 不要再用這些人去命名的軍事設施 特朗普怎樣批駁他們呢 他就說 在美國的歷史進程當中 這些軍事設施的命名 是遠遠超過了他們 字面的意思 本屆政府 尊重在這些軍事設施當中 光榮服役的幾百萬美國軍人 他們為美國而戰鬥 流血和犧牲 而這些軍事設施 都記錄了 美國贏得的兩次世界大戰 所以他就反對 基於任何的政治目的 來散改美國的歷史 這樣對於美國來說 實在是一種羞辱 我又很同意特朗普這一種說法 通常哪些國家是喜歡 散改歷史 修改歷史 和清洗歷史 就是極權國家 他們要美化自己的歷史 所以才要改來改去 實際就算這些 幫聯的領導人物 當時作出一些 在現代角度來說 不是那麼光彩的主張 你都不能夠抹殺他們 建國的功勞 歷史就是歷史 不容散改 不能夠你以現代的角度 要追求政治正確 就推翻當時所有的東西 這些簡直就叫做什麼呢 數典亡祖 不知所謂的 歷史是承載著很多東西 不是說可以好像粉筆字 抹掉它 第三個原因就是 特朗普 不想減慢 從阿富汗和德國的撤軍計劃 這件事也是體現得到 他對於 軍人的關懷 當然從德國撤軍 就是另外有一些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滿 肥婆麥克爾 不過從德國的所謂撤軍 其實都不是說撤回本土 而是改為在波蘭那裏 住房 一直都在做 這些東西 當然 這次特朗普 運用了 總統的否決權 其實 意義 很重大 因為他就是敢於向 這個深層政府作出挑戰 接著再說 另一件事 特朗普 簽署了一份 總統備忘錄 授權司法部的特別檢察官 John Durham 達拉姆 在必要的時候 有權提交一些機密的訊息 給大陪審團 去刷刊 達拉姆究竟是查什麼的 他就是查這個通俄門的源頭 就是查一下 究竟FBI 為什麼在2016年的時候 會針對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出現了那麼多 錯誤和獨立的行為呢 其實這位特別檢察官的調查 就很重要 因為就是要查 當年究竟誰下了 九屎指令 要求FBI CIA 在這裡針對特朗普的團隊 屈他通俄 你根據無證無據的情況下 就不應該展開調查 當年 根本上就是老屈 事後證實了是老屈 原來特朗普是沒有通俄的 已經是證實了 司法部也證實了 所以現在就要查一下 究竟責任誰屬 一旦是查得出的時候 那些人肯定就是要落鑊 其實大家都深知肚明 那時候哪個掌權 為什麼會作出這麼無謂的調查 所以這個特別檢察官的特朗普 是很重要的 而在上個星期 特朗普就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希望盡快就可以查完 是不是 查完的時候 那些傢伙就落鑊了 現在 特朗普就特地簽了一份備忘錄 就讓他可以交一些機密信息給那些 大陪審團看 以免情報機關 從中作梗 就是這樣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